走 我們來到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今天公布了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說明說 F-22它的飛行時速 已經高達了50萬個小時 那很多的飛機 不是都已經到達50萬個小時了嗎 那你會怎麼講說 這個飛比尋常 而且更可怕的是 這個機型剛剛講 它是最神秘的機種 它幹什麼你不知道 它去了哪裡不知道 它偵查了什麼都不知道 而且這個最神秘的機種 現在就放在中國的家門口 沒錯 今天洛克希德馬丁公布的這個照片 他說我們的這個 我們生產的F-22的猛禽 這個戰鬥機 已經總時速了 飛行高達50萬個小時 50萬 那你想說 為什麼會飛到50萬個小時 抱歉 F-22我們都說 它不是很神秘嗎 對 那它出來一趟 都要花好幾百萬美金 一個小時要幾百萬美金 你沒想到 你就花了50萬個小時 而且它是所有美軍機種裡面 剛剛講 它的飛機數量最少的 它只有187架 所以它到底飛 怎麼會飛到那麼多 而且更誇張的是什麼 50萬個小時 保姬我問你 你知道它要花多少錢嗎 花多少錢 它要花新台幣7000多億 你說它每飛出一次 就要上百萬的美金 如果你花了50萬的 這個所謂的飛行時數的話 7000多億台幣 7000多億台幣 它在幹什麼 問題是我們好像都沒有聽過 它在幹什麼 它最近最呵呵有名 就是它飛到高空空去打這個季球 其實它好像 你從來沒有聽過它的戰功 對啊 我對它的印象就是 它把三顆氣球打下來 還有美國國王部長說 我們就有執行幽浮任務 執行幽浮任務誰幹的 也是F22幹的 難道它攔截那麼多氣球 攔截那麼多幽浮嗎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神秘的機種 而且它最近做了一件事 保姻它最近把這個F22 部署到沖繩的加首納基地 那我們為什麼 或許我們可以印證 為什麼這一段時間 習近平突然他們就說 我們沒有要打美國 我們要跟美國開戰 但是美國的這個重計 我們絕對不會重計的狀況 因為為什麼 因為F22來到這個地方 搭配南韓的F35 然後還有F22 F22還可以說是真正的一把刀 可以隨時刺向這個中國 因為它進行什麼任務 你完全不知道 所以說其實最神秘最厲害的斬首武器 就是F22 而且這個斬首武器F22的中隊 它的背長很清楚 就是飛彈刺穿維尼熊 對 沒錯 所以你知道的時候 事實上目前為止 美國的所有部署都是認認真真的 拿出了他們真正的武器 費了50萬個小時的F22 來到了沖繩的加首納基地 它距離上海只有829公里 然後距離這個北京 如果加掛它的油箱 也可以飛得到 所以這個F22 形成一個對中國最大的一個 特阻作用 而且剛剛講F22本身 你製造就很貴了 你飛行上去的油錢也很貴 你這個維修成本也很貴 這麼貴的東西 我們本來以為說你會增長 把它養在機包裡面 沒有想到 它可能是美國這些機種裡面 最近最頻繁的 對 沒錯 這個F22真的多珍貴呢 寶傑 我跟他講 我們這個美國 他們有整理出一個 一小時要花多少錢 F22的話 一小時要花52483美金 折合新台幣要145萬 那我們就講 你說飛一燙上去就要將近146萬 一個小時 好 一個小時 145萬對不對 145萬我們乘以50萬個小時 得出新台幣7295億 新台幣7295億是200多億美金耶 他這個時候 你一個F22他本身造價就要3億美金 然後你飛出去又要那麼的珍貴 他到底在做什麼 而且更誇張是 你花了錢 你不要講你的造價 你光是你的飛行的成本 就是你7295億喔 然後我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對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不是有一句話嗎 叫做 散戰者無赫赫之名 就是說他沒有赫赫的戰功 但是他確實最厲害了 為什麼最厲害 因為你根本不會跟他打到仗 為什麼我們都不了解他 因為你根本不會看到他 你也不會碰到他 但是他已經把你摧毀了 所以他真的是相當 所以他無戰功 吳永明 對 無戰功 吳永明 可是他是最善戰者 對 因為他根本就不會讓你看到 你可能碰到他都不會碰到 你就已經被摧毀 你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已經被摧毀 那到底是什麼摧毀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只能說 懷疑是F22 那這樣 但是問題是你也沒辦法證實 是真的是F22 而且更誇張的是 你現在一個這麼珍貴的一個飛機 你也很少說他得做 外交到其他地方 當然他也會參加一些 所謂的軍事演習 可是他很多的報道非常少 可是沒有想到 對於這樣的一個飛機 剛剛講到 他不但造價非常高 而且他已經花了50萬個的飛行小時 還有一個就是 他是不斷的在升級當中的 他之前不是有個夾商 夾商他說我當然要載飛彈 飛彈一開始本身載8顆 他後來告訴你說 沒有喔 F22可以載多少顆飛彈 28顆 沒錯 F22可以說是美國最珍貴 第一個他也不外銷 很多國家都跟他說我要買 日本跟他那麼好 加拿大很多國家都買 以色列想買都沒有 都沒辦法 好 那為什麼這樣說 我們知道事實上他目前為止 他的武器功能還在升級之中 我們過去一段時間來說 F22他有三個武器夾艙 大概可以約莫搭載8枚飛彈 可是他們不能來升級之後 他們最近說什麼 他們最近美國空軍放了一個照片 那照片裡面你看 他們還人員站在這邊 為什麼要人員站在這邊呢 他們要把F22掛彈的地方把它遮起來 為什麼因為他說 我們可以帶約莫28枚飛彈 從8枚到28枚 那你怎麼掛了 他不讓你看 就是最神秘的部分 我就是不讓你看 而且他說 這28枚飛彈 我們都真的完成 把它擠出去了 一次都打光 對 都把它打光了 所以他證實說真的是這樣 而且他們這一次是發射了 約莫1400萬元美金喔 所以你知道他們 28枚飛彈 值1400萬美金 1400萬美金 1400萬美金 就一次打光了 打光 所以你知道他們訓練這個F22是這樣 實實在在的發射飛彈去把它擠發 另外包括說他們最近一段時間 因為F22的這個所謂 長程的這個空戰能力來說 為了要加強 你看他在下面來說的話 還給他加了這個油箱 隱形油箱 隱形油箱 那隱形油箱來說 寶傑那個厲害是什麼 我加掛這個隱形油箱之後 你也沒辦法真正發現到我的蹤跡 而且必要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個隱形油箱 用完之後把它丟掉 對 丟掉的時候我可以棄制到 所以我還是不會影響我的戰鬥力 跟不會影響我的隱形的相關功能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說 你的隱形戰機裡面 只要多一點少一點的話 都會影響到你的隱形功能 對 就沒有想到我加了兩個 這麼大的隱形油箱 沒有銀效 對另外他還有非常多的 這個偵查吊艙等等 雖然等於是他目前為止 他的作戰能力還在增加之中 而且保久跟他講 最恐怖的是什麼 因為他的總體戰力到底多高 沒有任何人知道 因為目前為止他還在 持續的進化跟持續的升級之中 而且我們剛剛講 在四月底到五月初的時候 他有一個中隊的F-22直接進到加手那基地 到底是18還是22沒有人知道 沒有缺階數字 結果後來給你搞了一個大象走路 展示說 我的F-22我可以跟什麼搭配 我可以跟F-35搭配 我可以跟F-16搭配 我也可以跟F-15搭配 我可以做所謂的踹門補充 也可以做一個高低空的搭配 對沒錯 事實上這是加手那前一陣子放出來的照片 他就說 我們最近的這個空軍在這邊的飛機 我們全部展示出來 這裡面有F-22 然後還有F-35還有F-16 還有少部分的F-15D在這個地方 所以轟轟烈烈的出來 那為什麼要這樣出來呢 寶傑 你們記得我們之前曾經說過 CSIS呢 他曾經有一個兵推 兵推就是說曾經大陸跟我們作戰的時候 作戰最後的時候 美國要派出F-22 他的F-22就在這個地方 他說要到整個西南角這個地方來 來執行任務 那人家就說 為什麼這個地方執行任務 對 為什麼 美國的潛艦 美國的這個中國的潛艦 中國的飛機 搞不好從這個地方進來 對 所以我們要用F-22在這個地方 阻絕 阻絕這個中國的這個登陸 或是中國的這個攻擊 那你知道所以F-22變成是 阻止中國 或者說我要斬首中國 一個非常重要的武器 所以你看這個加手那基地 目前為止F-22要來對不對 你可以看到F-22 他空軍的這個香港的備账 他用這個備账 抱歉你看這個很奇怪吧 一個維尼在這邊 然後這個飛彈就把它擊穿 所以事實上這就是告訴你 他們的目標就真的 就是衝著中國大陸而來 而且他從2018 2021 還有很多神秘 剛剛講你現在只看到 他把三個機球給射下來 你就看到有些優附的任務 是派F-22出去的 另外之前講的 他其實進到了伊拉克 他其實到了叙利亞 他也到了阿富汗 更誇張的是 那個地方都有SAM-300 都有SAM-400 都有這些當時號稱 最好的防空武器 也是飛機最害怕的 可是沒有想到 當時的F-22 都是來無影 去武衷 等於說是輕鬆而來 揚藏而去 抱歉 事實上美國曾經做過 所謂紅旗軍演 紅旗軍演裡面來說 他們就用F-22 當成一個 一個 然後他對戰什麼 F-15還有F-16 還有F-18 等於是我直接跟你們對抗 就對抗的結果之後 他們換 就是說我們在模擬的過程 你被擊落了 我被擊落了這樣 抱歉那最後比數是多少 多少 0比144 F-15 F-16 F-18 對 全部都被擊落 而且他們沒辦法擊落 任何一台F-22 你就知道說F-22的武力 到底有多強大 好 那我們就來講 事實上在2018年的時候 保證 當時他們就說什麼 他們當時五角大家就說 我們在這個敘利亞上空 已經完成了相當多的任務 大家想說 不可能啊 為什麼 因為事實上 當時的時候 敘利亞那個地方有非常多 除了敘利亞的空軍之外 還有俄羅斯的空軍 而且俄羅斯在那邊部署非常多 薩姆300 薩姆400 一大堆 結果他說我們完全都進去 進去之後呢 他說我們震賀了587架敵機 所以就說這587架敵機 沒有一個人能夠對他怎麼樣 而且我要威脅他 威脅他 他有辦法震賀住587架的飛機 就是587架全部都被F-2鎖定 被他鎖定之後 我知道我被鎖定 可是我被誰鎖定 飛機在哪裡 我不知道 所以就知道這個真的是相當厲害 所以你看連美軍的這個F-16 他都能夠0比144 所以這個0比587 這個也很正常 所以你知道他的威力到底有多大 另外一個他們就說什麼 他們這個在2021年的時候 當時美國就說 他們執行飛冠性的巡邏任務 所以你要就說 有可能是攔截U-4嗎 好 另外一個就是2023年去年的時候 他不是打掉這個飛... 氣球 你以為打掉氣球很容易 沒有 因為他的氣球是升到的 五萬八千英尺 這個一般的飛機 已經飛不再上去了 而且你飛到那麼高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其實你的飛機的穩定性會很差 那也只有F-22可以飛到那麼高之後 還有穩定性 那麼穩定的時候 然後發射這個所謂香味蛇飛彈 把這個積落 這個不是很容易的這個事情 大家都說 你拿這個F-22這個打小鳥的 這樣的感覺 其實不是 因為他才能夠飛到這麼的高 所以告訴你說 這個F-22裡面 非常多的科技含量 跟非常珍貴的東西 但是美國已經飛了50萬個小時 準備就是用來對付中國 好 題位 剛才講的 洛克希特馬丁公司來宣布說 現在F-22的飛行時速已經高達50萬個小時 那很多人講 很多的飛機達到50萬個小時 有這麼值得說嘴嗎 有這麼了不起嗎 你說不是 因為他是F-22 他的這個飛機的數量很少 他的平常不會從外面顯出來 就你平常也看不到他在中壹 沒有在中壹 你平常也看不到他的坐在 結果你突然跟我講 他已經飛了50萬個小時 而且可怕的是 他現在就把他放在中國的家門口 對 放在沖繩的加首納基地 這就是針對中國而來的 你知道如果他是放在北海道 那可能就是針對俄羅斯或是北韓 但是放在加首納 這個就是針對中國 而且你知道他被章不是有刺殺 小熊維尼的這個代表就是對中國 那我們知道說F-22本身來講 美國是沒有輸出到海外的 即便是他的盟友日本韓國都拿不到F-22 他不外賣的 那你知道通常來講師傅都要留一手 因為哪一天的話 徒弟如果叛變怎麼辦呢 你今天以前二戰之前的話 日本還跟美國打過仗 所以到時候如果日本反過來對付美國怎麼辦 所以為什麼美國要保留 所以F-2就是美國的不傳之秘 對 就是師傅留一手 他準備什麼 如果師傅這個土地反叛的話 至少我還有製霸的一個機器 那製霸的東西來講的話 就是美國可以製霸全球的 就是F-22這個東西了 所以他F-35可以賣 F-16可以賣 F-18可以賣 但是F-22就是不能賣 而且他的價次只有187價而已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要飛到50萬的這樣的時數來講 因為他是什麼時候開始服役的 2005年開始服役 2005年開始服役到現在為止來講 也不算不過十幾年以上 那這樣的十幾年的時間 你要飛到50萬代表什麼 你都在執行任務啊 只不過說你執行的任務 怎麼我們大家不知道 對 你不要看到說只有187架 是隨時在天空上飛來飛去 他在做偵查或他在做攻擊 只是我們都不知道 對 而且更何況他沒有外賣啊 他沒有去算到其他國家幫他在 這個飛行時數的部分 只有美國自己本身的這個飛行時數 就達到50萬這樣小時 所以用這個時數來證明 他真的是來無影去無蹤 是 也就代表說 他其實有真正的在執行相關的任務 但是重點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看到最近的情況 非常非常奇特 美國似乎在準備了一場戰爭 而這場戰爭來講的話 把台灣周邊的所有國家的相關的基地 全部都扎扎式式來進行 準備作戰的這些做法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像習近平講的 是美國想打仗 是啊 美國 美軍真的很想打仗 你知道嗎 其實在之前來講 很多美國海軍 在南海遇到中國的軍艦 其實我們聽那個 曾經過去的交往過的一些 美國的相關的一些軍人 他曾經講過 就是要打 就是要跟中國打 但是問題是上面壓下來 你知道嗎 他們想打 他們真的軍隊是想打仗的 他不是不想打仗的 只是說順便要先教訓一下 中國的海軍 或是教訓一下中國的飛行員 但是問題是什麼 你看到最近的部署 他的佈陣 美國的佈陣 在加首納部了F22 你看到其實 最近他跟菲律賓 不是好來好去嗎 對 而且他把濱海作戰團 除了在夏威夷之外 包含阿斯加 包含菲律賓的巴丹群島 這些東西來講 都有部署濱海作戰團 這個東西 除了濱海作戰團 你們知道 他是要躲島用的 而且還有所謂的 把海馬斯多關火箭 可以跳島這樣子 不斷地在進行這樣的運輸之外 另外最近來講 而且他的海馬斯 他只是配他的堤風系統 對 就是堤風系統 最近來講的話 就是印太司令當中的陸軍司令 他提到了要拜整個第一島鏈 部署陸基式的堤風系統 這個堤風系統來講的話 他的飛彈可以打到 打到2500公里以外這個地方 如果打到2500公里以外 代表說他有可能 源頭打擊 把中國的 北京 對 中國的北京之外 還有很多的所謂的發射警 或者是說 很多地方都可以把他的這個飛彈系統 洞風飛彈系統的源頭打擊 直接把他摧毀掉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美國在空中 在海上 還有在陸上 全面地開始佈陣 美國的確在備戰 讓中國現在不敢出手 好 所以 宇軒 剛剛講的 現在美國感覺上 真的是完真的了 因為他現在幹嘛 現在彈簧刀 我們不是這樣 在俄武戰爭裡面 彈簧刀不是屢見其空嗎 彈簧刀現在可以賣給台灣了 還有他現在這個所謂的 反裝甲的無人技術 也可以賣台灣了 我們剛才講F-24 等於是掐在中國燕骨那把刀 而我們講的所謂的 地獄頸項計畫 等於就是把 中國所有的手腳都綁住 讓你動彈不得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大家現在發現 不對 這個地獄槍真的完真的 因為美國現在已經提出 對台的軍售 有兩個項目 首先第一個叫做 堂皇刀的無人300 甚至未來連可能600型號 也就是加大型 針對戰車工裝 這種裝裝甲 攻破了 也有可能對台軍售 第二個就是這個 阿提斯600M系列 各位 你知道這兩個無人機 跟我們過去台灣 所買的無人機 比如說死神Q9 甚至圖能機 這個TP2 最大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他其實無人機 他是自殺彈藥 他是自空彈藥 所以你懂得這意思嗎 所以我不是只是偵查 我是直接攻擊對方心臟的 對 等於就是說 當你這個我們講解放軍 想要攻克台灣的時候 我們所謂千軍萬馬 這個地獄景象各位 你以為飛在天上是無人機 不對 你還記不記得俄羅斯 被烏克蘭轟炸到一個景象 他們說了一句話說什麼 所以我現在看他好害怕 因為抬頭一看天空不是鳥 全部都無人機 都往我們身上撞過來 這些人的攻擊 他的目的不只是 所謂的真打一體 而是所謂的滯空彈藥 也就是你要想想看 成天滿天天空密佈著 所有包括我們講的 彈簧刀 彈簧刀 Altis Altis 600M 這些全部都是飛彈 而且這飛彈會對誰而來 對著你所有來犯的艦隊而來 而且不只是這樣 他們講真正的重要是什麼 未來會不會有可能 在台灣在地生產 我們自己做 自己做嘛 自己做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我們先前是不是介紹過 這個155的榴彈炮 也說要在台灣自己生產 那如果這些無人機 都在自己台灣生產 所以遇到第二個問題就是 台灣有沒有能耐生產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你就看懂了 為什麼今天顧力雄大發雷霆 罵說你中科院搞什麼東西 做出來的無人機都又龍又蝦 這也太難聽了吧 就說你看不到東西 因為你知道台灣現在中科院 弄出來無人機多尷尬嗎 還要看著這種圖子 地圖然後對照 然後要他回來 還不會回來 然後要傳第一時間的影像畫面 也傳不了 還要等 那我這樣子我怎麼打仗呢 對不對 我當然就是要求快 求好第一時間 馬上把資訊傳回來吧 所以各位 他們現在顧力雄說 全部給我檢討改進 要成立一個叫做 國防先進辦公室 而且不只是這樣 因為這個中科院整頓 派了這個李四強這個人 最近這一個禮拜的消息說 來你去接掌中科院 其實他有兩個目標 第一個當然是我們講的 無人機的系統 要把它全面的做菜喚 第二個事情是什麼 海坤浩 各位海坤浩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你可能不知道 海坤浩身上是不是有非常多的 紅區裝備 也是來自美國的武器 來自美國的機密 結果那時候 原本第一時間交給的是誰 中科院來處理 結果後來中科院被罵到臭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大外行 所以最後他說 算了算了算了 我們乾脆直接有美上這種 弱馬雷神 他們自己來跟我們講說 自己來跟我們講說 要裝什麼好了 因為你們這些中科院 根本沒皮條 但各位 你以為說 為什麼講 我們講堂皇道也好 講我們的RTX600也好 真的有用嗎 真的能無人機像嗎 真的有 為什麼 因為烏俄戰爭 已經是最好的練股場 烏俄戰爭已經驗證 它有多強 比如說我們在講 最近 如果你的數量夠 他真的是想打哪 就打哪了 對 沒有錯 因為我跟各位講 因為配合他所謂的偵察系統 有沒有 最近在俄羅斯境內 各位在講境內 最近普丁是不是跑去拜安北韓 然後說北韓是我們最好的夥伴 是我們的後援補給 我們需要北韓的資源 結果沒有想到 話音剛弱 你看 就各位你現在看到的 他們的儲油場 又發生了大爆炸 阿羅斯又出事了 對 境內 那大爆炸誰叫成 不好意思 就我們剛才講的堂皇道 就我們剛才講的RTX600 又入侵到本土內 而且你知道這次火災 那範圍知道多可怕嗎 它是一個練油場爆炸 沒有錯 結果第一 先燒了兩個小時 第二 範圍高達1000坪 1000坪的土地 一瞬間都化成烏有 而且不只是這樣子 烏克蘭喔 還很囂張 公布了他們講的 我們講坦克週年 你說坦克週年是什麼意思 就我們這一週年來 到底炸了多少俄羅斯的坦克 我們讓你來看看 來 各位就你現在看到的畫面 每個都是無人機 有沒有 無人機從後面來 甚至是無人機對著士兵去 甚至有士兵俄羅斯的 躲在我們講的 這個怎麼講 已經被炸回車輛底下 也被他們發現 然後最離奇的是什麼 俄羅斯的人現在看到烏克蘭的無人機 跟看到鬼一樣 他有一幕就是 整個無人機往前衝撞的時候 突然發現 有一個俄羅斯的士兵 結果你知道俄羅斯的士兵 他做什麼動作嗎 嚇死了 嚇到說平常 鋼盔就是一個士兵的性命喔 人家講鋼盔落地 代表你這個士兵陣亡 直接拿著鋼盔 就往這個無人機丟 你不要來喔 拜託喔 鋼盔是你最好的保命耶 你的頭如果受到任何損傷 你就完蛋了 鋼盔都不要了 對所以代表走投無路了 而且我們剛剛一直在講到 所謂堂王刀藥 阿鐵斯這個600 你現在搞不虧 對 就往攝影機身上砸 因為他說拜託 你不要再跟著我了 他已經有創傷症候群 一定有PTSD了 而且你知道 我們講最可怕的在哪裡 因為所謂堂王刀沙板 到處都可以發射 今天可以由一個烏克蘭的士兵 拿在手上直接發射 也可以由我們講C13洞發射 所以他等於是 全方位360度 都有可能突然冒出來 而這個地域警察未來會在台海之間上演 尤其剛剛結束的勇敢之段 2024台灣沒有什麼報道 可以看中國大幅報道 而且中國大幅報道嚇死了 他們說你看那個陣仗 一開始剛剛講 他就是第五代戰機精銳進出 這樣一個F22 中國就已經沒有辦法抵擋了 他居然把滅國神器當打頭陣 逼吐轟炸機帶頭陣之後 旁邊半飛的就是F35 旁邊半飛的就是F22 寶輝哥當然嚇壞了為什麼 因為中國官媒呢 用所謂的針對性極強來形容 為什麼 因為這一次所謂的 針對性極強 勇敢自盾所演練的項目就是 當中國如果想要侵略 想要呢佔領台灣的時候 他們所做出來的反制作為 甚至他們根據所謂的反制 現在畫了三條 第一個就是我關島可以攻擊你 第二個我從菲律賓可以打擊你 第三個就更可怕了 他說我從日韓直接斬首你北京 所以你說這叫不叫針對性極強 而且不只是如此 被中國還沒有講 所以他有三個反擊線 對 你膽敢犯台的話 第一個跟他講的 我的關島的飛機就直衝而來了 我的菲律賓可以做反擊 我的日韓也可以反擊 對 但更可怕的是 你所使用的 你手上抓的解析是什麼 我跟各位報告 叫做三大滅國神器 在哪三大 第一大叫做B2轟炸機 以前B2轟炸機 他堪稱地表唯一一款巨型的隱形轟炸機 美國從來不會把他拍到外島去 都是用在本土 但這一次勇敢之隊 有沒有看到 他站在心位 直接現行的 他是具有毀滅性 一台B2就可以毀滅一整個國家 這種威力 再第二個就是F-22 你說F-22真的嗎 當然 為什麼 因為F-22加F-35 一個負責偵查遠距離徵收 一個負責踹門 一個負責打擊 他等於全方面的跟你中國講 我全部你的來伴者 不管你是飛機 不管你是艦艇 我通通只要進到我的範圍之內 我一一把你殲滅 但你說殲滅殲滅 這只是這個我們講的巡演而已 只是在天空飛飛啊 沒有美國來真的 為什麼 他直接用PRSM 也是我們講的全性形態的 這種精準導彈 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用無人海馬斯系統 直接把一台1.7萬噸 我再講一次 1.7萬噸的兩棲登陸線摧毀掉 摧毀 對 結果保德哥你知道後來他們發現 不對 兩枚喔 他用兩枚就摧毀了 結果後來他搞錯了 一枚其實就已經夠了 一枚就炸完了 兩枚只是買個保險而已 因為我們看到現在 在奧布森島上面 烏克蘭大料使用的ATSM-S 把很多的 包括你的煉油廠好了 你的戰艦也好了 你的很多的機器設置 就把你給炸掉 可是現在這個ATSM還只是第一代 現在放在亞洲的PRSM 這比ATSM還來得厲害 你就知道他的威力有多強了 因為PRSM 他是所謂的陸軍戰術導彈系統的 我們講的取代品 也就是他是第二代的升級版 所以萬一之 你仔細看看 美國所有的想定 我們把他全部串連起來 你就懂了 為什麼 比如說他先派了一個 叫做B1-B轟炸機 那B1-B轟炸機 他雖然沒有像B2那麼厲害 但他負責對的是誰 對艦艇 所以他的想定是 你中國有艦艇 你想要從宮古海峽 想要從巴士海峽出來 我們B1-B 先把你全速的艦艇 都做轟炸殆盡 而在空中又有我們的什麼 有我們的F22 有我們的F35 把你所有來犯者的空優 比如說你的殲10 你的殲20 我全部打擊掉 這時候寶傑哥會出現什麼 出現什麼 戰場進空 那戰場進空誰會出現 B2 這個滅果神器就來了 也就是為什麼我要F22來扮飛 我要F35來扮飛 到F22 F35在空中的時候 我可以在空中的 等於說我會馬上 取得空中制空拳 這個制空拳拿到了以後 剛剛講我可以長驅直入 長驅直入 我們講 他的這個所謂的 徵收能力非常強 他的打擊能力非常強 也就是我可以把你 SUM300 SUM400 你所有的防空武器 全部的機會 機會之後 這個時刻 B2登場了 對 而且還是分三個層次打擊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第一波攻擊 第一波反擊線就是關島 換言之 他有能耐從關島這邊 直接打到第一島鏈 所有來犯的 我們講的中國解放軍 他說如果關島這邊有遺漏 我再進行雙關門 什麼叫雙關門 上面是不是我們講的 這個宮古海峽 宮古海峽 我用日本韓國直接關門 並且對你北京進行斬首行動 另外呢 我們的菲律賓 則是對於巴士海峽進行關門 換言之 如果我關島這邊有遺漏的 我有第二道防護網 第三道防護網 而等到B2轟炸機要入侵的時候 你以為B2他只能投彈嗎 你錯了 因為B2上面也配載 一個叫做AGM158 我直接跟各位講 射程你就會聽懂了 1900公里 這麼遠 1900公里 或者是如果他在我們講的 這個偏南部的地區 甚至在這個迪克賈西亞 他能不能直接打到中國本土 可以打到中國 所以四面八方 所有你的境內 都是我的轟炸範圍之內 難怪看到這次2024的 勇敢之盾也寫 中國有一個官網 CCTV的官網 叫金日亞洲 金日亞洲 特別提到 他說這一次的勇敢之盾 是針對性起象 美軍的勇敢之盾登上 他講這是大規模的 而且是美日編隊 各種軍種聚焦島鏈 因為勇敢之盾 勇敢之盾 各位你有沒有知道 盾這個字 盾這個字代表防守 也就是當你中國進盤的時候 我會全方面的 把你所有的來伴者 給完全殲滅 而這個B2中砂鏡 為什麼他堪稱滅國神器 其實你仔細看他的配載 你就懂了 第一個他全長21米 說21米什麼概念 我就跟你講半個除鳥場 那你想想看半個除鳥場 這麼大 可以放多少彈藥 嚇死人隊 放6萬 對6萬棒的彈藥 他可以放6萬棒的彈藥 但你再看喔 不只是這樣子 而且他的飛行距離呢 非常的長 比如說呢 你看喔 中間不加燃料 航程可以到多少 講人嚇死 一萬一千公里 那不是就會飛越一個太平洋了吧 就全世界 他只要在加油 而且他可以空中補給 他隨時可以飛達 你看喔 只要有補給的狀況 一萬八千公里 全世界任你飛 而且他的時速呢 高達我們將近快要 一千公里 所以你以為他是一個巨獸 結果不是 來我們再講到他的彈藥 你就知道更驚人 比如說我們剛才講 傳統的這種核彈 他當然是可以丟 比如說B617 B6111 但B6111就特別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通常講 這種重要的軍事設施 都會藏在地下 藏在碉堡 包括美國在阿拉斯下 也做了很多這種碉堡 所以我要專地彈 對 他這個叫做專地核彈 還不是專地彈喔 是配載專地核彈 代表你就算 躲在堅硬的打擊地方 比如說他還有這個B831 所有的方方面面 任何的場景 任何的地形 他都有辦法應應 而且更可怕的是 他也配載了我們講16枚這種JDAM 那JDAM你說他有什麼特別的 第一個 他型號非常多種 比如說他有些型號 同樣也可以專地 有些型號可以遠距離打擊 有些型號可以對 我們講地面的任何標的 而且最多也可以搭載80枚 所以當時伊拉克戰爭 就曾經藏過這個苦口 你看B2那時候 他放了多少 我嚇死了 68噸 他放了68噸的炸藥 甚至是583枚 所以當時我們講的 整個南茲拉夫大使館 就被五枚JDAM的精準代表 完全打擊摧毀彈性 可怕再說 因為他藏在所謂的地下的五樓 他懷疑說 這個美國的非常重要的飛機原件 被藏在南茲拉夫的大使館 他五枚飛彈 都從同一個洞口在下 他是這棟大樓裡面 同一個洞口 從裡面一顆 兩顆 三顆 四顆 五顆 一直把它炸到地下五樓 對 你知道他的精準度 以及他的破壞力 代表他就算你藏在哪裡 天涯海角就算地底 我都有辦法精準的在同一個地方 連續投地打擊 直到我要摧毀的目標 而且更可怕的是什麼 因為包括我們的B2F22 他現在有一個全新的計畫 B2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他可以在24小時內 飛遍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但你說F22 他的載油量就沒這麼多了吧 對不對 所以美國也想到了 推出一個全新的計畫 叫做快速猛禽計畫 什麼叫快速猛禽 以前大家都會發現一個問題 我F22出動 他是不是很焦貴 我都要從美國本土 但想白了 我從美國本土 如果飛到中國的話 拜託啊 那個油都沒了 而且F22你要知道他有個特點喔 他是不是飛行很焦貴 我們是不是講說 一個小時要花140萬台幣 所以他代表他的隱形塗掉 所有的耗箭都會耗損 所以他們為了要避免這個狀況 開始幹嘛 我們化整為0 直接把它分散到 部署到我們講太平洋的各個島� 但各個島� 這時候他會出現一個問題啊 那我的基礎設置不夠怎麼辦 所以美國為了意義這個狀況 早就已經大量的在太平洋 在菲律賓 部件可以提供F22 足夠的後勤 而且他們是用怎麼樣的模式 試駕F22 會配一個C妖拐 再配C妖拐幹嘛 C妖拐就搭載他的運輸人員 地心人員 他所需要的裝備跟補給 與此同時呢 在地面上他們也廣設了 大量的這種空軍基地 因為他會出現一個問題 那我會出現一個問題 那我的基礎設置不夠怎麼辦 所以美國為了意義這個狀況 早就已經大量的 在太平洋 在菲律賓 部件可以提供F22 足夠的後勤 而且他們是用怎麼樣的模式 試駕F22 會配一個C妖拐 再配C妖拐幹嘛 C妖拐就搭載他的運輸人員 地心人員 他所需要的裝備跟補給 與此同時呢 在地面上 他們也廣設了所有 大量的這種空軍基地 而且保底哥最可怕在於 你都不知道他在哪裡 所以F22不管在哪裡 F20要到達的地方 C妖拐就來了 C妖拐來了以後 你的後勤補給需要的 這個備品 你需要的人員 以應俱全 我們先前是不是跟大家介紹說 賓海作戰團很可怕 因為神出鬼沒 你不知道海馬是會從哪裡發出來 那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滅國神器 他有可能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也就是我們的F22 突然間一個小時 救出現在的領空 開始對你遠距離千里之外居殺 所以這才是 中國最恐怖的地方嘛 而且美國還展示了什麼東西 除了我們講的F22跟C妖拐之外 最重要的 我們的大力神 科也沒閒著啊 包括我們的C妖三棟拐 它可以幹嘛 它可以遠距離的 運輸所有海軍戰隊 甚至我們飛行單位 所需要的燃料跟武器 所以換言之 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都是美國可以發動攻擊的地方 聽不懂 這一次的勇敢之隊 台灣好像沒有注意到 中國真的是高度健兵吧 那中國高度健兵 導致看 你開始居然是五代戰機 為這個所謂的主力 主力了以後 你的B2F22 B2居然可以跟F3組 還有你的F22 居然可以跟西妖怪 整個混編搭片 作為聯合作戰 這個在過去沒有過的 而且這個對中國充滿威脅 對你知道中國它現在要應付台灣 對付台灣的都是用什麼 都是用萬噸大驅 或者是所謂的兩棲作戰艦 或者是所謂的 它所謂的航空母艦這些東西 也就是它所謂的下水角的方式 萬艦齊發萬船齊發 但是你知道 其實美國要應付這些船舶 要怎麼應付呢 這一次在勇敢之盾 或者是接下來的Rimpact 就是所謂的環太平衡軍演 都可以看得到 比如說這一次勇敢之盾 它集成的是1.6萬噸的 這樣的一個兩棲登陸艦 然後接下來在Rimpact 要集成的是4萬噸的 中國它現在所造的 三艘的這個075 基本上它是3.6萬噸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4萬噸可以炸掉 你3.6萬噸絕對是可以炸掉的 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針對新奇鄉 不是只有勇敢之盾 接下來的環太平衡軍演也是 對 然後勇敢之盾的1.6萬噸 你再想想看 中國現在主力戰艦是什麼 就是052或者是055 055的話大概是1.1萬噸 然後052來講的話大概是7000噸 如果1.6萬噸的話 用兩顆的PRSM直接可以炸掉的話 那中國所有的軍艦 全部一顆兩顆全部都可以炸掉 所以你就算什麼萬船齊發 萬船齊發 美國還是有辦法去處理你的 那這一個話是什麼意思呢 這一次的數字讓大家非常驚訝 以前我們剛剛講 你在環太平衡軍演 或者勇敢之盾軍演的時候 你其實都有一個集成的演習 其實你已經剛剛講 兩邊狂轟爛炸 怎麼炸來炸去炸去 最後要幹嘛 最後要靠那個MK80 也就是魚雷 把你的龍骨打掉 你才可以沉默 可是這一次不是 這一次在遠方用海馬斯 設了一個PRSM 設了一個PRSM 只是一枚飛彈 就讓這個戰艦 1.6萬的戰艦 幾乎要沉默了 而且更可怕的是說 這一顆所謂的PRSM發射出來 是按照所謂的自動化的海馬斯 自動化 也就是AML 就是這樣的一個發射車 那這樣發射車 是一個在遠端距離 在控制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 我海馬斯在哪裡出現 不見得是會有人在哪裡出現 那你來講的話 它可以自主性的是追蹤 它是無人海馬 它是無人海馬 它可以去什麼 輸入相關的所謂的航機之後 而且你知道這一艘 這一次被集成了1.6萬噸 它是在航行過程當中 它不是定點在那邊這樣炸 它是航行過程當中 而且美軍它做了一件事情 這是陸軍有史以來 在美國境外所做的事情 用它的這個高空氣球 飛上了5萬英尺之後 從關島飛到這個北馬尼亞 然後群島的上空之後 接下來它再派出所謂的香草 Valina的這樣的無人機 當作他們的通訊載台 而且Valina它可以不用空中加油 就可以在空中滯留8天 完全不用加油 然後這一次的演習當中 他們說是根據在第27個小時的時候 他們建構了整體的 所有的通訊網絡之後 在由地面上的這個無人載具的 這個海馬斯 直接就是對什麼 對這個船艦來進行這樣攻擊 對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它不用靠人 它全部都是靠無人機 無人載具 無人海馬斯等等之類的 來所有的運作 那不就地獄景象了嗎 更加麻煩 更加這個讓中國屁屁抓什麼東西 你知道這一艘這個馬里拿的無人機來講的話 它還經歷過所謂的暴風啊 也就是說它在所謂的颱風 暴風的過程當中 沒有被斷掉任何的通訊 也沒有任何的被這個所謂的 氣候因素所影響 它還是可以正常的運作 這就是所謂他們真正的 扎扎實實實在做演練 我怎麼把這些所謂的萬噸大驅 把它幹掉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所以提問你在看到的 這次勇敢之尊 你最驚訝的 還不是B2轟炸機來了 F22來了 F35來了 它可以混邊 它可以做聯合作戰 你覺得最恐怖的是 以前需要魚雷 或者需要狂轟濫炸的這個戰界 才可能沉默 現在居然一枚就可以砸掉 一枚砸掉就代表 我可能透過AI的系統 我對這艘戰界所有的狀況 我都已經撩弱之盪 就像天王星的所謂的戰界一樣 針對莫斯科 你哪裡最脆弱 你哪裡有問題 我哪裡可以一擊必中 我現在根本就把 烏克蘭戰場所有的經驗 整個移轉過來了 對 移轉到印太地區 印太亞太地區 而且你知道 就算中國你有多少船 比如說300多艘 400多艘 我基本上只要300多顆 400多顆的PRSM 就可以把你擊毀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美國 它真的就是面對中國而來的 它在看中國 你怎麼去應付這個東西的時候 美國它已經開始出招了 什麼什麼招 除了空中編隊 這個聯合作戰之外 在地面上 在海面上 完完全全的 都是針對中國 目前的重點經營的 一個對象而來 然後我摧毀你 看你如果 你如果真的是 有任何能力來應對我的話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 現在中國看到 都是屁屁錯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沒有能力可以渡海作戰 所以季平 剛才講的是 這次剛才講的 美軍在這次 最近接連著很多的演習裡面 我們才發現 它有三條的反擊線 三條反擊線 我會從菲律賓 我會從日韓 我可以從關島 擲取中國新造 這三條反擊線很重要的 就是以關島為核心基地 從關島第一條反擊線 所以你看到 6月7號到6月18號 它的勇敢之盾 兩年一次舉行B2轟炸機 剛剛宇仙講的這架轟炸機 它特別從美國本土飛來關島 這是五年來第一次 第一次5年 上一次飛行降落在關島 安德森空軍基地 已經是2019年 這一次飛來兩架 從美國本土的 懷特曼空軍基地 飛到關島 進行這樣的一個聯合軍演 這一次的聯合軍演 除了美國自己之外 它的海軍陸戰隊 空軍 海軍你可以想到的軍種 都投入 日本也有跟美國一起做軍演 澳洲也有部分的兵力 跟美國參與這樣的一個軍演 所以呢 這一次第一條線 就是從關島開始 它就是衝著台灣東部西太平洋 讓老共知道說 它掌控了整個海空優勢 你要怎麼跟它拼 你要如果要從其他方向突圍的話 你想得到 中國會從北邊嘛 也會從南邊嘛 那我就先講南邊好了 南邊 那它勇敢之盾 剛結束之後呢 第二條線 就在這邊 幫你堵住 所以它現在接下來有一個 航空支援活動 這個是美國跟菲律賓軍方啊 也是年度例行的固定演習 那這一次呢 美飛軍演 美飛軍演 它在這個美飛的肩并肩之後 肩并肩是屬於海軍陸戰隊 那種登陸搶灘 躲倒 你想的不一樣 航空支援顧名思義 它就是海軍跟空軍的 一個航空支援的 這樣一個演習 所以美軍現在在菲律賓 設了好幾個基地 而菲律賓 它把它的這個海軍陸戰隊 它的海軍跟它的這個海軍航空兵 加上美國的這個海軍一起在這邊 你要想想看 當戰士開打了之後 中國解放軍 他會想要突破巴士海峽 巴士海峽 那解放軍一定有 他的這個殲16 殲20 殲11啊 還有他的這個航母艦隊 一定要從這邊進出 那你就要封鎖巴士海峽 所以美飛的這一個 第二條線 航空支援演習 就是讓老共知道說 我連巴士海峽 這個出口都把你堵住了 那你出不來 那第三個 那我從東海可以吧 因為他們在想說 北方戰區 北部戰區有它的 遼寧艦的艦隊 南部戰區有 山東號的航母艦隊 我封住了你這邊 南部戰區之後 那北部戰區 遼寧號航母艦隊 跟這邊怎麼辦 那當然 美國跟日本韓國 就在這邊把你封起來 你要知道 所以他們接下來 就有一個自由之熱的演習 對 美日海三方軍演 本來雷根號跟羅斯福號 航母都在南海 跟這個西太平洋這邊演習 後來雷根號他結束了之後 往北航行 羅斯福號就來到了這個韓國這邊 來到朝鮮半島 在俄乌戰士開打之後 俄羅斯在西太平洋 能夠威脅美軍的這個力量有限 所以這一次美日韓 很重要一點 就是衝著朝鮮半島跟北韓 直接跟北京 跟北京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剛我講的 美軍比較擔心的就是 東風26導彈 東風26導彈 有關島快遞支撐 直接打關島 這是中國大陸媒體 給他們的這個稱號 但你直接打關島 沒關係啊 我這邊已經有愛國者飛彈 那我還有其他的這個 薩德反島系統 以及 他這個神盾艦上的 標3跟標6 這些防空飛彈呢 其實也都有可以針對你這個 東風26導彈 那另外呢 他們就是擔心東風21跟東風17 那東風21跟東風17呢 我就不要靠近你 那你在你第一島鏈 沒有辦法接近的這個地方呢 我讓愛國者 然後讓這個 還有航空母艦上面的F35 跟這個其他的這個戰鬥機 去對付他 足以在這一條 變成一條整個防線 讓你東風26沒有辦法威脅 所以從關島 天陵島跟帛琉 就形成了對北京的全面 三條線的板擊壓制 好 國民 剛剛講到的 這支勇敢之隊 引發了中國高度的戒備 看起來也是高度的一個恐懼 高度恐懼 那一開場那個所謂的 五代戰機以前 很少這麼多的五代戰機 同時出現嗎 另外一個就是 它今天根本就展現了一個 我的快速集成戰艦的能力了 當然其實我們看到 所謂五代戰機 其實比較小看 這五代戰機 基本上美國空軍是幹嘛 都是打群架 打群架 打群架 我們之前不是講說 你上面有預警機 搭加油機支援 現在沒有 現在不只是空中預警機 加油機 現在什麼 F-22有 F-35有 然後V-1 V-2從哪邊 從美國本土過來 其實要很重要 就是說 我們剛剛有討論 這些轟炸機 平常在哪裡 當然是進駐在美國本土 但是它可以在一天之內 做什麼 招發細緻 就到了關島 關島之後做什麼 起飛之後 開始丟過 上述的長程反擊飛 你要AGM-158 AGM-154 然後陸地上還有 PR-SM 陸地上有 空中上有 其實你比較小看 美國軍艦上也有飛彈 所以其實 你去想想看這個畫面說 萬一 萬一戰死的時候 你軍艦要過來 中國軍艦 陸地上有PR-SM 然後V-1 從美國本土來丟炸彈 然後美國海軍也有 空軍也有 然後它還有衛星的資源 所以其實你想想看說 你看說在二屋戰之中 莫斯科奧的一舉一動 都被看光光 那中國軍艦要過來 我們不是說歡迎 說你可以過來 但是我都看得到 我準備了這麼多傢伙在等著你 你還要過來嗎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了 兩枚的天王星的飛彈 海王星的飛彈 兩枚海王星的飛彈 居然把一個莫斯科號給騎乘了 莫斯科號是整個黑海艦隊的騎艦 最強的部分 兩枚就代表 我已經透過AGM 我已經透過整個預算 我已經知道你最薄弱的地方 而且我可以在遠處的地方 這兩枚是不同地方發射 兩枚不同的地方發射 都打到了這個所謂的莫斯科號的要害 現在這個東西也會在台灣這裡發生了嗎 應該說美國是用 海王星飛彈 騎乘莫斯科號的例子 演給中國看 那其實我們不要小看 海王星飛彈 海王星飛彈雖然是次因素 但是美國有更 第一個他們有被因素的飛彈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它有比海王星更強的飛彈 然後它的攻擊軸線 不是只有從東邊來 你要考慮說 潛伏在底下的潛艦 它可以從西邊過來 所以其實不只是從關島東邊過來 不是 它也可以從南邊上來 然後再搭配 再搭配什麼 日本的戰力 日本也有反艦飛彈 所以其實你可以想想一下 這個多管旗下 然後透過這個勇管支援做什麼 直接演給你看說 你要來看的話 你要來洗的話 我先集成1萬多噸的機件 可以看 然後環太平洋演習 要集成塔拉瓦機 4萬噸 其實塔拉瓦機 你把它改裝一下 其實它可以起降F-35戰機 其實美國敢開啊 我就演給你看 你4萬噸嘛 你山東號導演鍵 6萬噸 7萬噸 沒關係 我再多幾枚 飛彈就夠了 所以其實美國它SyncSight 還有它的用意 好 那另外這兩天 我們看到我們的中科醫院 也在我們的主營的外海 開始測試水雷 當然我們台灣的水雷的能力 技術起來要往上提升 可是你剛剛講的 現在的水雷已經高科技化了 現在水雷可以長期的浮在海底 而且它可以精準的 就是判斷 到底是敵我的這個 所謂的戰艦 如果對方的戰艦來的話 它會自動浮上來 然後摧毀對方 其實水雷本來 本身就很恐怖 我們想想看說 反艦飛彈 我們都精進技巧說 你到底是彈頭75公斤 然後150公斤 還是250公斤等等 那一枚反艦飛彈 就可以造成這麼大 這個是我們現在在高雄 釋放水雷的畫面 你看水雷 因為它有浮力 所以其實 它的重要量 就比飛彈的彈頭來得大 光是水雷它的威力 就比飛彈來得大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是說 其實水雷炸什麼 炸的是 船艦的一些水下 所以其實 你看說水面艦 不是說 你看說 它的龍骨被炸翻之後 它就成了 那水雷就是專門你炸 水面下的 水線下的 炸龍骨 所以它本身的威力就很大 裝要讓它比飛彈大 第二個 它爆炸的地方在 水線下 所以它對軍艦傷害很大 它本身就是一個 不對稱作戰的力氣 那之前我們都知道 你水雷可以放在 飄在海面上 飄雷 塵在底下 塵雷 細流雷 那其實你知道 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它沒會反覆 那現在水雷多聰明 我們有些叫做smart mind 多聰明你知道嗎 現在的水雷 它有譬如說音響 你碰過去之後 聽到聲音碰漲 你經過去之後 磁性改變它碰炸 甚至它還可以算你的升文 這個都算是聰明的水雷 但是現在的水雷更可怕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講一個概念說 現在水雷它可以 釋放到任務區域 任務區域做什麼 它用技術的 就是說你算定這個行動說 經過100次之後 它才會上幅爆炸 當然你經過100次 我們手機要趕快去更改 那個參數 這是第一種 那第二種呢 現代化的水雷是做什麼 就是把它沉底在底下之後呢 其實它有類似一個膠囊 讓這個水雷沉下去 但是呢 碰到敵艦之後呢 它就可以上來 然後這些水雷 還有部分的游走能力 這叫自走式水雷 所以其實它雖然說不像魚雷 但是我們可以把它想成小型的魚雷 就碰到敵艦之後 它可以自動判別之後呢 自動流過去 那流過去之後 一枚不夠兩枚 兩枚不夠三枚 其實這個是呢 對抗中國軍艦的很好的力氣 好 原來就要講到的 這次在勇敢之隊軍演裡面 大家非常亮眼的就是 兩枚 有人講都只有一枚PRSM的飛彈 而且是在千里之外 竟然打中了1.6萬噸 就直接把它給集成了 我們講PRSM就是把 它是ATSM的升級版 那現在 ATSM已經在哪裡 已經在俄羅斯跟俄羅斯 烏俄戰爭上面 已經建功了 它現在根本就是把雷達戰打掉 把這個雷達戰打掉之後 剛剛講 現在已經雷達戰把你眼睛耳朵打掉之後 已經攻擊了五艘戰艦了 好 結果你在看這個烏俄戰戰的過程當中 有幾個點 我要跟觀眾朋友報告 就是說美國的介入越來越深 來 我給你看一下 因為這是美國的ATACMS的飛彈 它打到哪裡 俄羅斯其實是克里米亞 所以它在海邊 它打過來以後 被俄羅斯的防空系統給攔截了以後 你現在這個畫面 因為等一下我請導播給大家聽那個聲音 因為這個是劍刺器畫面 你看到有沒有 整個海面上剛剛沒有 全部它的碎片掉下來 因為被它的防空系統給攔截了 這是美國的武器被俄羅斯打到 可是這個被烏克蘭打 怎麼對像面狀一樣 一個等於說面狀的整個爆炸 對 因為這個美國的武器 烏克蘭打向俄羅斯 俄羅斯把它攔截以後 結果你要知道 現在看起來畫面 就是一個 在海灘的一個監視器畫面 有五個人死亡 就光是這一個爆炸 就有五個人死亡 它把飛彈攔截下來 它整個掉下來 所以整個海面上全部都是 那等一下我給你看另外一個角度 那個角度是從這個 它的旁邊的餐廳裡面 就聽到那個聲音 像是在旁邊旁邊 就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聽到 你聽到聲音 旁邊炮一下 有沒有 因為它空中攔截住了以後 然後大家本來在吃飯 就聽到聲音以後 全部握到 因為突然會出這個事情 所以現在 烏克蘭使用美國的武器打俄羅斯 那你打俄羅斯以後 現在已經死了這麼多人 因為本來都是俄羅斯來打烏克蘭 所以你說用這個ATSM的彈頭 它是極速彈 極速彈了以後 它的彈頭很多 所以我們才看到 它這個水花四射 對 即使它被攔截成功了 它掉下來還是造成了五個人死亡 而且保潔哥它是在海面上 如果它今天是掉在一個市場或市集 或是住宅區的時候 那可能是五百個人死亡 對不對 我講這個騎速彈已經講很久了 可是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騎速彈的威力這麼大 所以當這個美國的武器 已經被烏克蘭拿來使用的時候 俄羅斯現在目前面對的跟 以往他一開始 普丁他認為說可以在 可能一個月以內 或幾週以內結束戰爭 跟狀況完全不一樣 剛剛保潔哥講的那個 數位的中系戰的通訊系統 以往在剛開戰的前面一年半 烏克蘭完全沒有辦法反制 也沒有辦法打到這個俄羅斯的境內 可是現在從剛剛的海灘 所使用的美國的武器 還有相關的這些設備 都已經因為大量的進入之後 俄羅斯感覺到被烏克蘭給反擊 而且打到俄羅斯的境內了 美軍現在在關到 進行一個什麼 勇敢之盾的一個演習 結果這個勇敢之盾演習 今天出了一個 全世界軍事民都高度關注的是 他們把一艘的這個艦艇 給炸掉了 可是炸掉了以後 他被我公布是什麼 他居然是可以用1000公里外 進行攻擊 居然可以把一個驅逐艦給炸掉 對 沒錯 那麼這個是17000多公噸的 克里弗蘭號 也就是所謂的 兩棲運輸艦的靶船 那麼兩棲運輸艦 這是兩棲運輸艦 對 這是越戰時期的兩棲運輸艦 17000多公噸 動物也不過1萬公噸 那麼這個兩棲運輸艦 他這一次我覺得勇敢之盾 或是這個環太平洋軍演 都衝著中國的相關的軍艦來的 因為動物就是1萬多公噸 然後這個所謂的 克里弗蘭號的兩棲運輸艦 也是17000多公噸 那麼他在6月16號的時候 把他幹掉 就把他當作靶船對不對 兩枚飛彈把他給幹掉 兩枚就幹掉了 要集成喔 可是問題是 可是他不是想說 這個16000多噸 是僅10億航母以下 最大的船艦嗎 可是問題是 當時沒有公佈 這個用什麼飛彈把它打掉的 你是用魚叉飛彈 還是用什麼飛彈 沒有公佈 今天終於不小心透露了相關的 這個嶄新飛彈的這個型號 是什麼飛彈呢 是全新現在的這個等於說 發展中的反艦飛彈 射程超過1000公里 然後呢兩枚幹掉 而且他可以用什麼發射 這個反艦飛彈 他可以用我們台灣現在 總共買了29套的 海馬斯火箭彈的相關的發射器 直接發射 你知道嗎 直接發射發射了以後 因為美軍保密到家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過去我們看到很多美軍 攻打這個6000公噸的 還是5000公噸的 還是七八千公噸的 不是一直打一直打 都把炸不成嘛 對 那麼以前 以前包括 這個等於說環太平洋軍演 最後開放給大家打 我們在本節目都講過了 魚叉飛彈 什麼飛彈 各式各樣的 大大大大大小小的一大堆 最後都必須要有所謂的 魚雷 MK重型魚雷 再作為終結者嘛 從下面打了以後 把整個這個軍艦 從中間龍骨 炸上來了以後 它斷裂才會成嘛 那不管你怎麼打 甚至有一次 不是打了11枚的飛彈 都打不成嗎 對 這次美軍兩枚就結束它耶 兩枚結束 過關美軍不公佈 而且只有海馬斯 兩枚就結束了 對 那如果是海馬斯 那不就它濱海作戰團幹的 沒有錯 為什麼 各位要知道一件事 我們後來不是總共有29套海馬斯 從明年開始陸陸續續都會進來嘛 那如果海馬斯可以打的話 那台灣會不會購得這一類的反艦飛彈 那對台灣來講那不得了啊 為什麼 兩枚 兩枚 兩枚一萬七千公噸 我就把它給打掉了嘛 為什麼 因為呢 有些人對台灣的反艦武器 沒有那麼看好 可你要知道一件事 台灣的反艦武器包括 除了我們要買的400枚的魚叉飛彈之外 事實上我們早就購得其他不同發射載具的 這個魚叉飛彈嘛 然後我們甚至有空對艦的這個魚叉飛彈 你知道嗎 那我們有那麼多的這個魚叉飛彈 魚叉飛彈 熊的吃因素飛彈 包括熊山飛彈 這些飛彈經過實際的靶船測試 我們自己測試的 發現一件事 熊山飛彈所造成對這個靶艦的相關的 迫害力最大 就是說它的洞最大 進去的出來的它的洞最大 破壞力最強 也就是說這四種飛彈 當這四種飛彈一起發射的時候 全世界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反飛彈系統 能夠同時在很短時間之內 最貼海飛行的飛彈 直接全部都給你擺平嘛 這擋不住 沒有擺平 那除此之外呢 這一次環太平洋軍演 把這個4萬多公噸的兩棲突擊艦 那麼這個已經退役下來的 當作把船 那更不要講了 擺明衝的洞拐舞來的嘛 老共現在要橫渡台灣海峽的攻打台灣 最主要的主力兩棲登陸艦 就是東拐五行的相關的兩棲登陸艦嘛 它要載包括氣墊船 包括坦克 包括各式各樣的過來嘛 對 那他們這一次開放用各式的飛彈打 我問你4萬多公噸 4萬多公噸開放打了以後 我就知道什麼樣的飛彈打了以後 對著4萬多公噸的軍艦最有效啊 那我就等於相形之下 就把你洞拐舞當作我的靶船嘛 對 我打了以後 美軍跟台灣馬上就知道 什麼樣的飛彈對付它最有用嘛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次美軍 所以你說真的衝著中國而來的 對沒有錯 不要忘記喔 我們的鄰居啊 我們的鄰居 現在日本啊 北面的日本啊 他們在宮古島這些 相關的島嶼與那國島這些 12式的反艦飛彈 直接把它從200公里的射程 拉到1000公里反艦飛彈 然後呢 緊接而來 菲律賓 菲律賓也要即將拿到 來自於印度所開發的 相關的這個反艦飛彈 然後 整個第一島列全部是反艦飛彈 除了防空飛彈之外 全部都是反艦飛彈 那現在美國直接 包括勇敢之盾 包括這個等於環太平洋軍演 也都衝著你 中共相關型號的 相關盾速的飛彈來嘛 對 你不要告訴我說 哎呀中國的這個等於說 反艦 反飛彈系統很厲害了 那個飛彈都不能靠近少來 當我們的熊山飛彈 貼海飛行過去的時候 等到你發現 都已經來不及反應了 那我問你啦 我們現在很簡單 七十幾年前 台灣有陽字號驅逐艦 中共只有炮艇嘛 所以用小炮艇的狼群 這種戰術來對付我們的 這個陽字號驅逐艦嘛 現在反過來了 我們用駝漿艦 我們用飛彈快艇 用這些相關的 包括這個海上的船艦 包括我們機動的相關的 這個海風大隊 包括這些反艦飛彈 全部都出去的時候 我問你 你們中共的艦隊 動拐5也好 還是航母艦隊也好 真的有辦法對付台灣 幾百枚的反艦飛彈嗎 好 宇軒 剛剛瑞德講說 這個集成飛彈是用海馬式 海馬式就想到什麼 它就是濱海作戰團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美國的海軍戰隊 已經跟過去不一樣了 美國海軍戰隊 以前要有水加日 所以我要有登陸艦 然後我要有炮艇 我要有裝甲車 他現在把這個圖門拿開了 他們現在什麼 以陸至海 以陸至艦 也就是我今天在陸地上 我找好我的目標 然後呢 我把最先進的海馬式火箭帶 就是做我的標配 標配了以後 我可以用西遙戰鬥 我可以用很多的飛機 乘載了以後 馬上就定位 然後呢 我這些塑標 全部設定好以後 今天海上所有的船隻 都會變成我 濱海作戰團的目標 所以剛剛講到的 它的陸戰隊司令史比斯基隆 現在已經有在這個地方 射了三個濱海作戰團 一個在沖繩 一個在關島 一個在夏威夷 他講了一個非常狂妄的話 他說 我們這個濱海作戰團 就是要保護日本 保護菲律賓 保護韓國 他說 如果中國不想 讓自己的船沉默的話 這就足以嚇阻他們 這不就跟這次勇敢直隊 做的一樣嗎 最可怕在這邊 因為剛剛瑞德哥 介紹那個飛彈 其實叫做PRSM PRSM 他們最新的精準的 我們講的打擊飛彈 那他是不是目的是 要來幹嘛 使用你知道嗎 取代陸軍戰術導彈系統 所以各位 這樣一解釋你就完全你懂 為什麼美國要增設第三個 我們講的濱海作戰團 放在關島 因為你仔細看 關島距離中國大陸 以及他我們講 第一導彈相對位置 其實來講他有點遠 但如果透過這種真程 甚至上千公里打擊的 戰術導彈系統 請問一下 能不能產生威嚇的力量 可以 當然可以 所以你仔細看 所以史密斯為什麼要講說 你休想 我跟你講 我們這些濱海作戰團 你任何一艘船艦來 我馬上讓你騎乘 而且他講如果你要攻擊 菲律賓跟日本的話 對於他們來講 那是一個很糟糕的一天 他等於是完全掌握到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 戰術想定 因為中國的戰術想定很簡單 以中國做一個面 我朝向太平洋 而我必須要斷開的鏈結是哪裡 公布海峽的 我們講日本的西南主島 甚至是我們講的 菲律賓這等地 所以他知道 你有可能第一級 不是先打台灣 而是同步發動攻擊 打擊菲律賓 打擊我們講日本 那這時候我們的關島基地 就會發揮作用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講整個沿太平洋 整個小島部署 一百多個海軍陸戰隊 冰海作戰團 他們是所謂的跳島行動 你根本不知道他人差在哪裡 而過去的海馬是 或許他的路徑只有300公里 但如果配上這個 兩枚就可以集成17000噸的 我們講最新的PSM 那會有多可怕的一個自衡力量 他可以打1500公里 對嘛1500公里 換言之你的所有 都在我的包圍網網 它是我疑點包滅 什麼意思 我只要單島有所有 我的部署系統 都可以把你作為一個轟炸 所以你仔細看喔 這一次我們講的 海軍陸戰隊 美國的冰海作戰團 跟過去不一樣在哪裡 比如說2022年的時候 他們環太平洋軍 他們的想定是叫做跳島作戰 比如說派了這種兩棲攻擊艦 甚至這種旋轉機隊 他們做法是什麼 我今天攻擊艦來 我今天這種起降的機隊來 我先把我的海軍陸戰放下去 然後進行攻堅的演練 但各位這一次完全不同 他說我們再也不需要這種 起降的運輸機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現在海軍陸戰隊改為Defense 我們是防守嘛 等於說我全部島都安插完之後 我只要一個連 比如說1800個人 然後我們是一個整個攻隊 配合什麼 散在各個島嶼 每個人搭配一個海馬斯發射系統 我真正的目的是 把你所有中國來犯的艦隊 來犯的艦艇 甚至是對空的武器 我通通全部殲滅 通通封鎖 所以這才是他真正的一個目的嘛 所以你仔細看喔 這一次他們在關島等於是 所有的重兵集結 以前我們講 美國的先進防衛武器 先進攻擊武器 不一定會全部放在這邊 但這次來你看有什麼 有B2轟炸機 甚至過去已經透過實戰想定驗證的 B1B轟炸機 你說雨萱B1B那二戰那個老古董 這個真的很厲害嗎 當然 為什麼你知道厲害在哪裡嗎 因為以前我們講 轟炸機傳統大家想像就是說 我必須要移動到上方 然後從空呢往下投地 但這個不是啊 B1B也好 B2也好 他擁有的一個特性就是 我有遠程打擊能力 我等於是我所謂的導彈 包括我們這個AGM的83系列 甚至可以吸盪核彈筒 甚至是183 我是可以從非常長的距離 直接對你遠方狙擊嘛 甚至是他也想定說C13洞 為什麼他會透過這種空中 大力審超級大力審說 我可以費20個小時來支援 代表我美國的物資 美國的戰備需求 第一時間我都可以 以關島做為一個跳點 緊急的把所有東西 佈置在這邊嘛 但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 最可怕的是 美國重啟了一個日本人的惡夢 這個惡夢叫做天寧島 也就是剛剛講的 在這個地方 有馬里亞那海溝 這個馬里亞那那個群島 這個地方剛剛講的 我在關島上面 有一個非常神秘的天寧島 他現在居然重啟天寧島 為什麼說天寧島是過去日本的惡夢 因為各位 當時二戰 是不是曾經美國 對日本投下兩顆原子彈 而當時你有沒有想過 這個起降的飛機 是從哪裡飛的 就從天寧島飛的 所以這是當時摧毀日本 最後一根稻草的這個 夢幻惡夢基地嘛 結果美國現在開始在幹嘛 重新整修它的跑道 天寧島已經荒廢了一段時間了 現在居然這個跑道已經整修 而且他剛剛講的 起降的是F22 如果你要起降F22 就代表你的跑道 是有一定水準的 對 而且美國把這個畫面 秀出來 第一個 他秀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把我所有的跑道 從一片荒煙曼草 整備成非常漂亮 美輪美輪跑道 第二個 我讓你看到我的F22 在那邊進行加油 進行補給 各位你不要忘了 F22它除了說 我們講真打一擊之外 它有一個最重要的特性 它可以是戰鬥機 可以是Dogfight的腳者 但同時它也是什麼 它是戰鬥機界的轟炸機 它也具有西大核彈頭的能力嘛 所以萬一之 你仔細看看美國這些 所有部署在講說什麼 第一個 我對你沿海的整個來犯者 通通可以殲滅 與此同時 我有具有你陸軍的 地面的打擊能力 而且不只是這樣 它最新公佈的科技是什麼 無人機系統 各位還記得嗎 所謂的地域景象 結果美國跟你講 我玩真的 為什麼我玩真的 它直接公佈了美國 在加州一個最新基地 一個叫做福分無人潛艇 而且你要想想看 一般無人潛艇我們講的 小小的就不是 它超大一個 無人潛艇 巨大號 它等於是這種 航母載體這種 無人潛艇 無人機的航母載體一樣 而且它有什麼特性 第一個 所以英奈斯利帕帕羅講說 我們這個所謂的地域景象 是空中飛的 水上游的 還有潛在水底下的 都是無人 對它馬上秀給你看 你看各位 我們這是Google地圖拍到了 換言之它不怕你拍 它不怕你看 我就是讓你知道 我有這樣的神兵利器 那為什麼它厲害在哪裡 因為一般無人潛艇 沒什麼大不了 但它最特別是在說 它可以到它指定的定點位置 並且潛伏在海底 可能好幾千尺的地方 然後呢 就停在那邊了 停在那邊 你隨時不知道 它什麼時候會發彈 隨時不知道 什麼時候它會發生什麼飛彈 而且所有的數據 你都不清楚狀況下 等於是這個未知的恐懼 會深深埋在 在解放軍的心裡面 所以廷偉 剛剛講沒想到 勇敢之盾對中國這麼惡意 針對你的所謂的動物 你的這個兩棲登陸艦 我就兩枚飛彈把你給炸翻掉了 對 其實更加注意 應該是這個賓海作戰團 這個史密斯 其實他也不是說狂言 他為什麼只有提到日本 菲律賓還有韓國 不要小看 這三個國家 本來就跟美國之間 是有防衛協定的 而且美軍就在駐紮在上面了 中國敢打這三個國家嗎 當然不敢 他講的是台灣你知道嗎 他只是沒有在這個華府 講出台灣這個兩個字而已 但是事實上 濱海作戰團 就是在對付中國的 而且是對付 這個所謂的 避免中國越界 也就是對台灣行使這個武力 為什麼呢 他提到一點就是說 解放軍會怕 然後會退出 會不敢 他現在不是下水角嗎 這個 他的海軍非常多嗎 其實就是說 他怕說用這種方式來包圍 或是封鎖台灣 最近來這幾天 中共的軍艦軍機 還是在圍繞台灣不是嗎 但是他要讓你知道說 我現在的海軍陸戰隊 其實不像以往的這種戰術的做法 現在的濱海作戰團 就是會讓你的船艦 一個一個爆掉 你知道中國的這個 萬噸大區來講的話 基本上大概也就是 一點多萬噸左右而已 你今天把這一點多萬噸 炸掉的概念 就是什麼意思 我可以用一顆飛彈 一顆魚雷 或是兩顆魚雷 就可以把你炸掉 不需要花費太多的功夫 另外還有什麼 就是無人載具的概念 也可以把你這個萬箭齊發 萬船齊發 的這個部分也把你弄掉 所以簡單來講的話 地獄景象 就是代表告訴你說 你不要越雷池一步 你只要越雷池一步的話 美軍都喘了蛋 所以現在史密斯講的話 其實要告訴你說 我現在重病已經擺在這裡了 那你解放軍也不要越雷池一步 你也別再說 就去看你